講到眼睡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我們那個興趣 就是說我們對神有沒有興趣 原因呢 就是很簡單 如果一個人有興趣學煮什麼食 他一定不會下眼睡 因為他很有興趣 或者他看什麼節目他會很有興趣 因為他的心會很強烈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聽聖經 好像聽什麼道理 很多東西聽 心已經會關掉自己的思想 好像關燈一樣 就開始沒有興趣 這是第一個原因 為什麼這麼多人很容易就沒有興趣 他根本對神的事不是很有興趣 所以這個是主動 為什麼有培養興趣呢 就是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我們的生命可以發揮 因為我們被祝福又可以祝福人 神也都是 凡是祝福都是從神而來的 神可以去凡事 祝福我們 我們走完神的路 整個人都生命被提升 這些信念就會幫我們專心 第二個就是 因為很多人不習慣專一 譬如祈禱 看聖經 不習慣專一 這是要培養的 怎樣培養呢 如果不能專一的人 就看一段經文 然後思想 而不是不斷看 看了不知道他講什麼 那就得不到益處了 看了之後 去想怎樣用 有些人來說 你真的很難專一去思想 你就起床走 一邊走 一邊思想 好過睡了一覺 聽到的時候 黑眼睡 另一個方法 都是站在身上 如果教徒容許 在後面站在身上 站在身上 這是沒有那麼容易睡著覺的 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靈界的力量 就是人 因為邪靈是會蒙蔽人的 我試過說邪靈 有些蒙蔽 我們曾經攝錄過幾個人 他自己說 當我們說邪靈 他馬上蒙 看到我的眼睛是蒙的 原因就是邪靈 好像那些墨魚 就是那些墨魚要走的時候 他就會噴那些墨 即是有敵人來 他會噴那些墨 等那些看不到 當我們有眼看著他 看著他 然後奉耶穌明桿裡面的邪靈的時候 邪靈就立刻要放那些墨 不是真的那些墨 而是令到他蒙蔽了 他真的蒙了 又慢慢清醒 有時候有些人會有沉睡 就會沉睡 即是一 一聽聖經 立刻就眼睡了 因為他裡面 他的心 邪靈令到他沒有興趣 這也是一個難組的勢力 這個解決方法就是 喜悅神 忠義神 多祈禱 一想到第二天 立刻走回頭 想回耶穌 經常想回耶穌 那人就學習到專注 心態也是用一個享受神的心態 享受神就容易一些 因為享受神的意思是怎樣 聖經都講了很多享受神的經文 例如你使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歡呼喜樂就是開心的 使我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你飽得神的慈愛的人就會開心 即是享受的 詩篇十六篇又講到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我面不置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然 都是享受的 那你享受神就不是說 你不去想神 而是你一邊想神 你就說神啊你真是好 將平安致給我 多謝天父 多謝你愛我 那你心一邊感受到神的平安 你就一邊享受 這樣就是神 容易一些長的祈禱 為什麼要長的祈禱 因為長的祈禱可以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即是神的同在更大的祝福 那你做慣了 你的靈就會很敏銳 很專注的 即是能夠很長時間 專心祈禱 這個是我們可以慢慢學得到的 那也都可以一路洗碗 走路都經常集中祈禱 一分散又想回耶穌 你做慣了 那思想就會集中 那也都是思想 聖經是有幫助的 因為我經常分析聖經 經常都要思想 怎樣去講訊息 分析經文 那當我做慣了 那思想就會很快 一看經文 那一篇講道 立即可以出 就是那思想很敏銳 很專注 這個是要時間慢慢建立 所以你在家裡先專注 即是說神很好 我親人神就很好 只是心裡面 很深信神的我 就拿走牌色對神的牌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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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